这集我们即将离开作为新手村的白狗园 但是大家也有看到白狗园这里还有一个兽魔猎人的委托任务没有完成 我们这集先来把它完成掉 兽魔猎人委托的一次完整的流程呢 首先是接下委托 然后找委托人问问他这个委托内容 委托详情 因为 earlier on we drew our water from the river but so many corpses floating in it after the battle it's turned noxious my daughter Mandy drank half a pitcher felt dreadful ill can't keep nothing down she grows worse by the day the herbalist claims you fight a fever with drink and not beer nor cider but water clear pure water and where am I to get that if not from the well but first the ghost's got to be driven away and it don't let any man near this ghost describe it for me well it's awful frightening awful I meant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t looks like a woman but fresh from the grave wears a dirty dress all rags skin flanking off its bones and it howls like it's suffering some wraith or maybe an alp if you don't wallop it master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it that is it'll come kill me daughter 受魔猎人的委托呢 是可以讲价钱的 但是讲价钱其实也多不了多少钱 but this is my job so let's talk about my pay something not right with the coin 你看这里最多也只能多6块钱 但是你太多的话 可能对方也不愿意 如果最后讲价 讲到对方厌烦的话 就只能默默的接受原价了 it's abandoned now no one ventures there on account of the ghost being about drive it off please 好 那我们就接下来这个委托 虽然说是这个任务给的东西很少 但是我们从他们家中可以搜到一些贵重物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拿了以后 这家人一样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应该说这个游戏本身就是这么玩的 我们看给这些东西 你拿这些东西能干啥 你又不去打怪物 你又不去不拿它干什么的 还不如留给我们这个猎魔人拿去用的 对吧 你说你们这一个农民家庭 你拿那么多魔法道具干什么 是吧 看这是他们家的孩子 他们家的孩子 因为是喝了 喝这个被战争后污染的河水 然后呢生了病 但是呢 他现在要想治好这个病呢 必须得喝清水 不能再喝被污染的水了 但是这个清水唯一有的地方 是在有一个废弃的村庄那里的一个井里 但是那个井呢 现在附近有一个妖灵 他们无法靠近 所以就拜托我们的这个杰洛特来到那里去 但是我们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 首先要搞清楚我们要对付什么 然后相应的做好准备 我们利用圣魔猎人的感官 在周围寻找线索来确认 是什么样的妖怪在作祟 我们目前的这个线索来看 我们遇到是日间妖灵 这个日间妖灵呢 和我们之前对付的那些普通的妖灵呢 还是有区别的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图鉴 来了解详细的信息 这个图鉴做的还是挺良心的 讲得很细 图鉴中除了会告诉我们这个生物的弱点之外 弱点的特效物之外 还会告诉我们相关的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是会更新的 会随着有些呢 会随着我们故事的推进 或者说找到更多的线索呢 这个关于他的这些文字的叙述描述的信息呢 会越来越详细 同时我们看到这里有写到了 有特效的法印 亚登之印 这个打日间妖灵和夜间妖灵 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有东西把日间妖灵束缚在这里 我们要把这个妖灵 要把它让她现身 要找到跟她相关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在周围搜索一下线索 顺便搜刮一下 这个搜刮的时候 如果说是有一堆这个箱子的话 你可以就是对着一个 然后连续按插 它会全部都 它不会全部都失去 但是呢 你每10万一个箱子 它退出来的时候 它会自动切换到附近最近的一个箱子 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反复的切换的这个 这个镜头 然后来选择要拿哪个 只要在原地连按插就可以了 这里有本日记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写的什么 这是一名女子的日记 首先这个3月7号记述的说是 她的一个叫沃克的 她的男友 将他们的领主告上法庭 确实因为这个领主平日呢 这个行为不端 确实也给她判下了罪 这个领主 她所有的村民呢 就不用向她实行任何的责任和义务了 然后呢 她的男友又给她送了这样一个手镯 之后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吧 然后这个领主就来找他们了 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计数了 估计这个男的就是那个女的男友 她叫沃特 那边还有更多血迹 但是是另外一个人的血迹 血迹 血迹 不见得见 人生的血迹 人是被判下来的 人是还未来的 手朵的血迹 小手 女生的血迹 人是被判下来的 她被判断了 她的生命 冲了她的生命 没有身体在身体 但是仍然能找到一些帘子 下来的状况 血迹可以保持了十年代的血迹 这个妖灵是因为有衣服在现世当中的某些物品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找到原先发生过什么 找到这些人死去时候的线索 这样的话他们死后的遗留物就顺着线索就可以找到 找到他们的遗留物就有办法去把这个妖灵给引出来 沿着血迹就找到了这口井 海骨可以通过这个盆骨的宽窄来判断这个尸骨原本是男是女 他说他永远不要把那个手环摘下来 说不定就是他变成尸骸的时候 这个就被太重给拉下去 这跳下来还好有水 我们在水面上使用受魔猎人感官的话 可以看到水下更远更深的东西 我们果然就看到了 这里一个手臂上面有一个这个手环 然后旁边还有个箱子 顺便给大家这个也一块拿 一般都是有好东西 尤其是在前期 原先有些人可能看就是我 有些箱子我拿了以后 但是别人自己玩的时候发现拿东西不一样 这个是这样的 箱子里面能开出的东西是随机的 但不是你独挡以后再重新开就会随机 这个随机是以你出现这个新建这个游戏的时候 就所有整个世界所有的箱子里面装什么东西就确定下来了 但是有一些东西类型是固定的 我们找到了这么一个水景 但是怎么样出去 但是我们通过地图可以看到这个方向是有出去可以出去的地方的 接下来我们只要将这个尸骸还有这个手镯 就是说死者留下的现实物把它们这个烧掉 应该就能将10引出来了 这个世界观上就是如果说是人死后不能得到这个合适的安葬的话 就很可能就会像这样变成10 旁边这边有一个箱子打开里面有一个路手精灵尖药 如果说是你自己玩的话可能东西可能不一样 但是类型可能会相似 也可能也会同样会拿到几个这个什么什么宝石之城啊 什么一些这个药剂 以及就是像这样一个配方 配方一定要早早拿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攻略呢 将会给大家演示 已经决定了是要做炼金学派 因为整体以下来就是炼金学派会使这个游戏变得最简单 就是你即使是手残操作不好 用炼金学派知识就是力量 以后随着这个故事还有等级的发展呢 会给大家适时的给大家介绍 用什么样的东西会好一些 喝些魔药 做些这个准备 我们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妖灵 我们这里有一个恶灵油 涂抹上了以后呢会增加10%的攻击力 使用次数可以使砍20刀 炸弹呢我们没有合适能用的 对付这个妖灵合适的炸弹是月之城 但是并没有合适的 但是我们之前的战斗呢 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雷霆的药剂 就是为什么将这个 圣魔猎人的委托放在主线的那个 打石旧的这个任务之后 因为打石旧的那个主线任务 会固定会让我们拿到一个这个雷霆药剂 带着这个雷霆药剂 再来打这个妖灵的话就会简单很多 好我们这一路绕过来回到井旁边 再将尸骸还有这个手桌烧掉就合理了 做好充足的准备 如果药剂不够的话可以冥想 然后呢最好再存个档 毕竟是最高难度啊 这个玩游戏多存档是个好习惯 而且最好是多存档 存很多个档 交际着来存 因为这个游戏还是有一些bug 可以通过这个独挡来避免的 和这个手标 埃尼 埃尽10和夜间10比较麻烦的 就是他们这个零起状态 零起状态打他们受到的伤害是很低的 而且他们也是对我们是有攻击的 这种时候要想让他们现身 就要对他释放这个亚登 亚登这个减速的这个法应 除了减速的效果以外 他会也会使这种有一些 这个会这个 会零起化的这种怪物呢 会让他们现身 这种时候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就会很大 但是注意这个与普通的10不同 这个日间10和夜间10会 让我们进入毛目状态 然后形成分身幻影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拿到之前的十字弓 随便每一个射一剑 而近的话就拿这个剑砍 远的话就拿十字弓射 因为他们会缓缓的不断的吸取我们的生命 然后给他自己回血 回的这个量还是挺多的 这里呢我故意站到这个角落 然后引他到这个角落以后 能把他逼在墙角砍是最快的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所以打他的时候并没有多砍几刀 而且在他这个分身吸精力的 吸血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很快就把他们打死了 所以这样准备充足的话 即使在高难度下的话 也可以让这个战斗变得简单很多 总之就是做好充足的准备 在原作当中的猎魔人 在狩猎的时候的做法也是这样 了解怪物式的情况 然后针对性的做好准备 总之是做好充足的 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被杀了 我拒绝了 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被杀了 我们都被杀了 这场比较会让我们很困难 如果他们做 你会知道谁要联系 之后 Claire Volker 名字 ring a bell 我不知道 但我听到我们的 Herbalist Tamira 提到Claire一次 可能 可能 你的责任 Master Witcher 的金钱我会逃避到Mandy's dowry 没你 她永远不会生死 现在 有希望到最后 在这段时间 我会不会嫌弃 你保持着替Mandy 她的婚礼 提到我的健康 谢谢 Master Witcher 那些语言 你有个好心 但我不能让你走空手 拿起来 如果不要赏金的话 一般给的金要会更多 但是她这个又同时又给我们了一个额外的一个道具 资水金 这他妈可是比他那20块钱的这个赏金要多多了 这个值钱多了 所以说在这个猎魔人的世界当中 虽然有的时候好人没好报 但是有的时候好人有好报的时候 这个报仇还是很多的 她刚说到说是这个沃特克莱尔这个名字 是这个草药医生又知道 那我们就过去问一问 这些人 听到有听到一位女人名字的Claire 居住在这里 听到吗 听到她 一种适合的方式 Claire是一位朋友 唯一人亲爱我 在所有的黑衔鲜 直到她的丈夫 Volker 与她的王子 他在他的王子 他在他的家庭 移动到的洞子 为了新的套路 他在他的王子 他在他的王子 与他们来输了 他们他们的回来 他们是积性 没有适抗 没有血量 沒有血,沒有血, 但是... 你也看到了 說得是Claire說的事情 關於皇帝的孫, Florian 事情令皇帝惡 但是誰知道真實 很多失敗在這麼小的城市 就是在每個城市 甚至最小的 你只需要問問 但是我們不會結束 來吧 來吧 那給我們獎勵有非常多的炼金材料 還給了我們的八點經驗 新手村就是新手村,獎勵都很良心 話說完成了這個獸魔獵人的委託之後 每次都是有一個這樣的小故事 這樣的小故事不一定在獸魔獵人委託當中 有的時候在世界當中跟任務 沒有一個直接性的任務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在有些場景裡面找到一些線索 就可以知道過去發生了一些什麼 我覺得這種設定是我挺喜歡的 其實這讓我就原先想起了原先玩零的時候 就是雖然說是故事有一個自己的主線 但是你路過一些房子裡頭會找到一些東西 記事本 也會在那裡邊看到這裡過往發生的一些悲劇 而且還對應著當地的一些妖怪 這個幽靈他們的一些事情 這也算是一種 豐富遊戲世界的一種設計技巧 接下來白果炎所有的事情就算是都完成了 我們之前殺死了這個大師舅之後的這個任務 我們還沒有交 我們要來到這個尼弗加德的軍官這裡 我們將這個大師舅的頭交給他以後呢 除了領取賞金之外還有就是問這個夜內法的下落 但是我們一上來的時候有人說過 在這邊跑過來跳過來 然後有一個箱子打開裡面有驚喜 是一把義務劍 但是打開以後並不是 只是一個大師級別的一個普通的一個劍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並不是說這個別人開的箱子裡面有什麼 你開箱子也會一樣有什麼 這個我前面說過在遊戲創建的時候 很多東西就已經固定下來了 雖然說是隨機的 但是隨機那一下就已經固定了 什麼這塊真�出来 那這個卻的 為甚麼 你學講我來整個人瘋狂 這塊是死定的 我... 이유嗎 沒 Rod ONEY 那當然 spir壹,怕ísimo 决衛,二、四 sol脫 Hate的褑�品 15個尖Id cho啊 不...不...不... arbeiten 让他们帮助! 什么了? 可能你们两个专家枪换了 这不是事 我发挥了手那些人 他们要手揶他 应该是因为它会牽起的雾 把自己的亲戚了? Tchah! A moralist! And what would you do in my stead? Wouldn't ever be in your stead. Tell me why you've come. Fulfilled my end of the bargain. Your turn. Where'd Yennefer go? To Vizima. She was a day's ride from here the whole time? Under my nose? Might have said so. Yes, I might have. But you would not have killed the griffin. Tit for tat. Halt. We are not done. It's yours. This gold. I would not want you to say you were inadequately compensated. 我不要钱,我要经验. 如果说是不要他的这个赏金的话,这个给的金,虽然给的钱也不少,但是呢,这个经验其实更重要。 不要试图在这个所有的手为眼皮子底下拿东西,这样的话会被这个被打。 我们可以听到里面这个人在接受鞭刑。 这个事情你们怎么评判呢? 这个是属于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特别容易撕起来的事情。 但是呢,这个游戏给你制造的游戏的这个心理历程,或者说叫游戏体验呢,就是要的就是这样的感受。 你觉得好像,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尼弗加德的军官有理。 有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村民,他应该也是有苦衷还是怎么着。 就是故意让人制造这种矛盾感。 接下来我们要回酒吧那里去找这个老师傅维森米尔。 我们之前也战斗捡到了一些这个废弃物,也可以先卖给这里这个商人。 这个商人我们看到他身上有一个可以购买的装备,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等级不够还穿不了。 等到我们4级的时候就可以买下来,那个装备也是够我们可以穿很久的。 我们先把这个剑可以卖了。 就是这个台莫利亚护甲。 这个等到我们4级的时候就可以买来穿。 这是一个轻甲,给我们可以穿很久的。 然后我们去这个酒吧去找维森米尔。 但是在那之前还是说过,有的时候这个酒吧老板会刷新一些卡片。 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买,一直买到他不再刷出了新的卡片就可以了。 看来是没有了,那我们就去找维森米尔。 虽然只是一个新手村小小的白果园,但是这里面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个包含已经有很多故事了。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本地发生的一些事情呢,过一段时间以后还会有后续发展。 这个设定也是挺有意思的,在后面大事件以后还有很多的设定,很多的事件也是这样。 我们来到这个酒吧里面发现很多特人,头顶上写的是强盗。 全是强盗,看全是强盗。 来者不善哪? 哪来的? 哪来的? 这个让我想起了原先我们拿到毒蛇钢剑的时候的那个手渣。 就是说有些本地的这些人后来是本地的人后来去当强盗了。 而他们这个当强盗的理由呢,我们在他这个手渣当中就可以看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名副其实的强盗逻辑。 这个老爷子维瑞米尔呢,虽然说是年纪最大的猎魔人,但是其实心地也算是比较好的那种。 什么事? 会让他们的鲜崩了? 是要把鲜崩了? 我不是能够给他人的鲜崩。 他们在和弗里面的地上。 他们在弗里面的鲜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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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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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与富余。 你虫尔崩。 你不知的妖崩。 我这些人都在弗里面的鲜崩。 让我让它通过 我认识是在你的心里 你不认识 他们把我的姨姨拒绝了她的床子像狗 说的那些是不够的地方 那他们不拒败的佛的佛的 你不拒败吗 如果你不拒败 你不拒败你的孩子 你不拒败你的孩子 你不拒败的佛的佛的佛 你不拒败的佛的佛 啊 让我回 С lorsqueihat了的佛的佛陀 这个死而无悍的难度下 在狭小的空间里面面对一群敌人还是比较棘手的 因为你没有空间和他们周旋 而且数量比较多 很容易被围攻 这种时候使用炸弹这种类型的AOE的技能就会很有效 我们刚丢了个龙之闷 然后用伊格尼引燃炸死了一大片 之后又丢了个缝封 这样让他失去目标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进行防御了 顺手砍死两个 最后还剩一个的时候是剧情杀 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没有接触过这种类型剧情的人应该受到不小的打击 一般要是在别的游戏里面老板娘应该会说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这种战场我们没有开始 解决了 解决了解决了 解决了解决了 你没有改变了 是 viol音龄 我有报告 嚇傲了一招 抱歉,我不想看到你 坦白说,这不完全是怎么想我们会见到 你怎么想想的? 你并不想想你会有个Nylfguardian escort 别怪我,Yennefer,我愿意见到你 但我认为你给我们一个解释 我会给它,In Vizima 准备你的鲜 我说,这些古兵有的温暖 我们可以谈论这里,一些珍贵的鲜 近来,在币龙中的违国 所以你也不可以尴射一些 你连接的电影 你特别预认,殆诶我必须说是不 你看到一个人期待你在Vizima 一个人喜欢不留意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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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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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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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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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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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算是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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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第一回合 而我的卡呢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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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